新加坡国会反对党领袖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兴 面对两项抵触国会法令指控 他在庭上表示不认罪 由于毕丹兴选择不认罪 毕丹兴向法官要求展期四周 让他聘请代表律师 案件展延到下个月17日进行审前会议 毕丹兴47岁 星期二 3月19日上午10时45分 独自一人抵达国家法院大厦 记者上前询问他为什么会来到国家法院 他反问 平时你为什么会到法庭呢 开庭前 法庭人员先在一旁 把每项控状内容念给毕丹兴听 开庭后 主控官说 控方决定对毕丹兴提控两项控状 控方也已准备好让毕丹兴认罪 控方说完后 毕丹兴神情镇定地告诉法官 法官大人 我不认罪 毕丹兴面对的两项控状 指他在向国会或国会委员会共证期间 蓄意做出虚假陈述 抵触新加坡国会特权 豁免和权力法第31PU截条文 若被定罪 他可被判监禁最长三年 或罚款最高7000元 或两者兼施 毕丹兴简历 毕丹兴出生于1976年8月2日 是一名新加坡工人党的政治家和律师 自2011年5月7日起 毕丹兴一直是新加坡国会阿裕尼几选区的国会议员 自2018年起 毕丹兴从刘成强手中接过工人党秘书长一职 并在2020年起出任官方反对党领袖 毕丹兴是具有庞州普血统的新加坡人 也是一名希克教徒 他与新加坡剧场工作者 Lavlin Corvalier结婚 有两个女儿 毕丹兴曾就读于新加坡辅文小学 美华里小学 圣多马中学和玉郎初级学院 他入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继社会科学院 1999年 他于历史与政治学的两个科目取得最佳成绩 获班时德利火船局奖学金荣誉 并于2000年以历史文学学士学位毕业 并荣获武装部队本地生奖学金 其后获得了智奋领奖学金 前往伦敦国王学院攻读战争学研究 并于2004年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他还在2005年时 获得了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伊斯兰研究文凭 2011年 他获得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博士学位 2007年 毕丹兴创立了网上评论媒体 OpinionAsia 专注于与亚洲和亚洲人相关的话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